我們是上禮拜 上個月去綠島 那我們本來的這個計劃呢 我是提早大概兩個月跟老婆說 我們要大家都去綠島 家族旅遊 全家旅遊 對啊 就全家旅遊 再加一些朋友嘛 因為我們要去那邊然後圈隨啊什麼的 那我也想說剛好一個機會 我們就全家人可以一起去那邊 因為真的很漂亮啊很不錯 很輕鬆啊不像台灣一個度假的地方嘛 然後我就是跟他說 因為我要跟他們坐船 因為我們就是想要坐船 整個這個行程會比較豐富一點 豐富對不對 對 可是因為他不要 他說死都不要坐船 因為他回雲船 他知道 那我就想說好啊那你就坐飛機嘛 然後因為綠島那麼小啊 然後大家都騎機車嘛 我就去接你就好啦 就這樣子很簡單 然後就好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為了這個行程啊 我們就去買安東小孩的安全帽啊 然後去買他一些雍裝啊什麼的 然後我們還要付一些訂金嗎什麼的 然後唯一個他就是一直都沒有訂機票 一直都沒有訂機票 到我們要出發的前一個禮拜 他才開始訂機票 然後他訂好了就跟我說 蛤 我 我都訂好了 我要去澎湖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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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瘋狂的拍一些照片啊 然後在連輸啊什麼的 然後就一直都玩得很開心啊什麼的 然後就一直都玩得很開心啊什麼的 就好像就是 沒有我是特別開心的 沒有我是特別開心的 那你也不能輸給他 你也不能輸給他 你也不能輸給他 你們是不是在這中間 有稍微吵架一下啊 好奇怪喔 這很奇怪耶 這是不是女... 很奇怪耶 我們應該都不敢這樣做吧 我不敢 我不敢 你一定要趕 你要賺借你就要趕 不敢 你一個四個小孩 你就把四個小孩 帶去香港住兩個禮拜 到買好賺借再回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放在一起住同樣一個地方的人 到底有什麼資格說的 我其實覺得這個地方真的很不錯 不用到澎湖OK 把安東帶來這裡很可以 一定有投資 可是我也覺得我老婆也是 一直這樣子趕來趕去的 對 因為每一次我跟他一起去吃飯的時候 真的很困擾 因為現在天氣很熱嘛 所以好像上一次他想跟我說 他想吃冰冰的 所以我跟他說 好啊 那我們去那個韓式冷面好了 他說好 所以我們進去那個餐廳裡面 然後坐著了 然後他已經 而且喝了一杯 他們的一大杯的冰水 然後我在看那個菜單的時候 他突然跟我說 老公老公 我剛剛在那個FB上面看了 一間那個新開的火鍋 我想吃耶 棒 對 很棒 很棒 可是他不是剛剛說他想吃冰冰的嗎 可以吃完火鍋之後再喝冷水或冰冰 可是我們已經在進來那個餐廳裡面 進去做了 對 所以他 可是他跟我說 沒關係 我們還沒訂了 那代表是他是到最後一刻都不放棄的女人啊 你到底要胡說八道到幾點 沒有 他只是想考驗你的這個應變能力 他在考驗你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都偷偷去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火鍋店 是 偷偷去 這樣就超那個 對那個韓國餐廳 不好意思啊 怎麼會這樣子 後來你們就順利去吃火鍋了嘛 對 沒錯 就好了 OK啊 可是我 我的意思是對那個韓國老闆太不好意思 那你跟韓國老闆很熟嗎 有 很熟嗎 有 很熟的朋友就應該要體諒你啊 對啊 很熟的他應該會原諒你啊 我們女生跟我們男生提出要求的時候 我們就會拖人情或是幹嘛 去拜託那個老闆 對 希望讓你們吃好的 不是 那真的好朋友的話 不會為難你 對啊 你老婆想吃火鍋你去 真的 所以我們解讀就是 吃冰淇淋就是要吃火鍋的意思嗎 沒有啦 沒有啦 你們就是要把各男哥那種動耶 就對了 對啊 結婚很多年之後等到小孩都比較大了 大概都已經上小學了 我就跟屈哥說 那可不可以我一年有一次 就是可以 很危險 那之前他也都OK 我就是跟朋友 然後之後我們的單身旅行 就變成是去幫小禎過生日 然後每一年都是一樣的差不多的時間 然後可是呢 他本來就是答應得很爽快這樣子 那等到我那時候要開始準備 要訂機票的時候呢 我就會跟他講說 欸那爸爸我要開始訂機票囉 因為幾號到幾號 我們要去哪裡幫小禎過生日喔 然後他就開始這樣忍言忍語 他就說 小禎過生日 然後就講這種 然後或者是說 講的也有道理有道理 好 然後就要不然就講說 那小孩怎麼辦呢 小孩你怎麼處理呢 那我就會 我當時就會覺得是說 那你答應我的時候 我不是都已經跟你講過了 小孩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的處理 可能我姐姐也會在家啊 然後你也會在家 然後那個時間你比較 又有空的時間 派出所警員都有值班啊 對啦 然後我的意思說 可以請幫忙的人嘛 然後他那時候也答應得很爽快 好啊 那你高興就好了 但是我們兩個人的那個氣氛 就已經是不一樣 他就會 我就會覺得 你答應得那麼爽快 可是我真的要去的時候 你為什麼又要擺一個臉給我看 而且他講到你高興就好 這就已經細話了 對 然後就說 而且他還會講一句 我聽到這句話 對 對 那種感覺 對 為什麼你們要處理反而呢 你有想過你的小孩 會有什麼感覺嗎 可是你要知道 一年當中他只有那五天 因為我們大家都有小孩 沒辦法走 所以我們不會去太遠 所以我們都是去四天 三五天四夜這一種的 所以是 就不遠啊 而且一年當中 就只有這一個月而已 那為什麼曲哥會一直這樣 對我們的Vicky姐呢 沒有啦 沒有 我覺得男生 就是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律師 我覺得男生就是 習慣性不想女生過太熟 對 而且我真的不懂 男生為什麼就是你如果做不到 為什麼要答應 因為像 對 因為像我之前就有遇過 就是因為我 家人對我很重要 所以每次我跟家人吃飯 就是會習慣性問一下 當時的男朋友說 要不要一起來 所以我每次問他說 明天我要跟我媽媽吃飯 你要來嗎 他都會說 好啊 一起吃 然後就 當天時間到了 他人一直沒到 我打電話問他 一開始都會不接喔 我說一開始吃完 他才會接電話 他說 我今天不會過去 我說我們都要吃完 然後你都不講 如果你不來你也不先講 好沒禮貌 對 然後他就是說 因為他又不喜歡跟長輩相處 他比較不擅長 我說那你昨天就不要答應我啊 因為我都已經跟我家人講了 對 但是因為當然每一次跟家人吃飯 我都還是會問他 然後已經應該有七八次以上 他每一次都答應了 然後就當天沒到 然後我就生氣了 所以以後我就再也不問他 結果後來有一次 我跟家人吃飯 然後我就剛好有拍照 他就生氣說 為什麼你跟你媽吃飯 不跟我講 我可以去啊 然後就討好 好煩喔 好煩喔 他真的好煩喔 對 我等一下要罵他 然後我就說 你幹嘛這樣做 我就說 因為他會在底下留言 那我媽媽也會看到啊 他的狀態就是還好好不好 他只是聚唱而已 跟長輩聚唱而已 那你是結婚的時候 我這邊已經討好結婚 兩年前已經討好結婚 然後他每次 我每次約他 我每次問他耶 什麼時候可以見你爸媽 是 那沒關係 你想要見他的爸爸媽媽 我想要見他爸媽 沒關係 因為日本的話就是 當然 可以的話就可以結了 但是台灣不一樣 台灣是先認識他的什麼 爸媽 要先認識爸媽 他的什麼爺爺 對 而且台灣多半都是 見了爸媽以後 就不用結了 對 不好意思 不是 因為他爸又有意見 他媽又有意見了 對不對 對 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就 好 就照個習俗嘛 對不對 我就問他 那我問李鵬 那什麼時候可以見 他說 那就 那就是第一年的聖誕節 那時候可以 可以來 可以去 好 我知道了 我就等那一天 他就跟我說 分明 不好意思啦 那一天 有事啦 他跟聖誕老人家好 好 沒有 要等下一次嘛 他說 就等到那個下一次的時候 他跟我說 欸分明抱歉啦 就是 就是突然有事 那天感覺沒辦法 我說 好啊可以 可以可以沒關係 下次好不好 等兩年 我一直以為他問 他說的下一次一定有事 一定 就代表他沒有想要交給你 等一下 已經兩年了 兩個禮拜前 已經定好那一天 我要見他的爸媽 他說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什麼 他說 欸分明抱歉啦 我家狗狗有一點心情不好啦 那一點沒辦法 狗狗心情不好 狗狗心情不好 都拿出來講了 真的 超級生氣 你有想過 你覺得 這是為了什麼 他是不是有另外的家庭啊 我只是怕 他的爸媽遇到你 就不會讓他結婚 會嗎 有可能 因為 聽說他爸媽很喜歡日本 他不是 所以你的女朋友是台灣人 台灣人 台灣人 那有可能 那就該回去啦 沒有 沒有 等一下 你 會怎麼樣 你 為什麼 邏